這份講解是為了3GS的初學者 能夠快點上手的一份講解 以下的這個範例呢 都有儲存在Github上面 我們在下一頁會為各位解說 如何download這些demo的檔案 要執行demo檔案 你必須先安裝Git 那Git之後 你可以在Command檔案裡面打開 然後鍵入GitClone 跟我的Github的一個網址 一旦按了Return之後 就會把Game3GS上面的所有檔案 都全部下載下來 你可以在這檔案目錄它上面看到 裡面有Tutorial這個紙目錄 裡面會有 我們將會講解而用到的所有檔案 首先我們介紹簡單的基本概念 這一頁我們將介紹3GS當中的坐標系統 3GS當中的坐標系統是卡式坐標系統 Y軸朝上 其中X軸跟Y軸代表是螢幕的平面 正Z軸出螢幕 這就是一般在OpenGL WebGL當中一樣的世界坐標系統 這場景當中也會有一個Camera 那Default Camera的設定 是放在原點往-Z的方向看 3GS當中一個最重要的Class 就叫做Object 3D 它是一個Camera跟Mesh 所需要用到的Base Class 你可以利用改變Object 3D當中的Position跟Rotation 來改變這個Class的位置跟方位 以下我們當在講解Mesh的時候 你們會有更清楚的了解 所謂位置跟方位就是指一個框架 在世界坐標中它所放的位置 以及它所放的方位 所謂位置是指這個框架的原點 在世界坐標當中的位置 所謂方位是指在位置不變的狀況之下 你可以改變沿著三個主軸的旋轉角 來改變它的方位 那旋轉的方向就是利用右手定者 利用右手定者 也就是把大母哥放在你旋轉軸的位置 其他四個指頭旋轉就是你旋轉方向 這個就是沿著X軸的方向 這個是沿著Y軸的旋轉 這個是沿著Z軸的旋轉 那沿著主軸的旋轉方向 是不滿足交換率的 我們這邊舉個簡單的例子 這邊你可以看到一個玩具火車 放在一個它原先的位置 紅軸、黃、綠軸跟藍軸 分別代表X、Y、Z三個軸 上面這個黑色的指示 是說我們如果先沿著紅色軸旋轉 2分之拍90度 你會得到這個方位 那這時候的Y軸是在這個方向 Z軸在這個方向 然後我們再對Y軸這個綠軸 旋轉2分之拍 這時候你會發現新的X軸 我朝上 然後Z軸 朝這邊 Y軸仍然不變 所以先旋轉X 再旋轉Y 得到這個結果 那如果我們把這兩個東西反過來 我們先旋轉Y 對Y旋轉2分之拍 你會發現說X軸在這個方向 Z軸在這個方向 那這時候我們再對X軸旋轉2分之拍 你會得到這個圖 那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發現 先旋轉X再旋轉Y 跟先旋轉Y再旋轉X 所得到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因此我們利用這個實例 來說明旋轉是不滿足交換率的 既然不滿足交換率 在指令的下達上面 就很重要了 這個我們先比較兩組API 一個是說這個物件的 RotationX是Pi RotationY是Pi 如果我們把這兩個指令的順序顛倒 讀起來好像是 右邊這邊是要先對Y旋轉Pi 再對X旋轉Pi 你會發現這個程式的執行結果 是相同的 也就是說3GS對於 Object3D旋轉的結果 並不因為你指令下達的先後順序 而有所不同 換句話說 它Rotation的順序 是由其中另外一個屬性 叫做Order所控制 Order是一個三個字元的字串 它是一個字串 它是大寫字母所構成 字串就是代表執行的順序 Default如果你沒有設的話 就是XYZ 換句話說 它會先對X軸旋轉 再對Y軸旋轉 再對Z軸旋轉 不管你的API 這個角度 所給的順序 是什麼 那麼如果你要改變 它旋轉的順序的話 就必須改變Order這個字串 那XYZ 的所有的排列 是三階層 所以總共有這六種 那另外一個重要的物件 是CAMERA 3GS當中 總共可以支援兩種CAMERA 這兩種CAMERA得到 不一樣的結果 主要是由於它的 viewing frustum 的設法 是不一樣 左邊這邊 我們所看到的是 透視CAMERA 它所support的是 透視的投影 透視投影的效果 如下面所示 是遠方的物件 會看起來比較小 近方的物件 看起來比較大 主要原因 是因為它所設計的 一個viewing frustum 是類似頂端被截掉的 金字塔 它會把這個 frustum之內所有的東西 都投影到前面的 這個投影平面上面來 因此後面的東西 投到前面來的時候 會有縮小的效應 另外一種投影的方式 叫做orthographic projection 中文我們稱為正式投影 那在正式投影當中 前面跟後面 投到螢幕上面來的時候 是一樣大的 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viewing frustum 是一個矩形 是一個立方體 是一個立方體 這樣前面 動機在前面或是後面 結果都是一樣的 那畢竟人類的視覺 是比較接近於透視投影 因此 我們百分之九十的 極上的機會 都是利用透視投影 除非 除非我們現在要用的是 一個2D的graphics 才會用到 正式投影 至於說3DS當中 而如何來設定 viewing frustum 我們主要看上面 這個透視投影的 perspective camera 裡面所牽扯到的 四個參數 這個第一個參數 是FOVY 是指Y軸上面的視角 第二個參數 Apect 是指你這個螢幕的長寬比 也就是W with 3H 是Height 那最後兩個參數 分別代表呢 viewing frustum的近點 跟遠點的Near 跟Far 兩個存量值 那這四個參數的設定 可以決定你viewing frustum 這個頭被去掉的 金字塔形狀的一個重點 那第一個tutorial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 一個3DS的設定 裡面只有兩個函式 第一個函式 在隱匿的部分 主要是設定 三件事情 一個是webgeo的render 一個是場景 另外也是camera 然後在這個第一個 最簡單的方例當中 我們只在場景 放了一個格線 一個grid 還有一個axis helper 在場景當中 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黑色的背景當中 看那個白色的格線 還有一個紅、綠、藍、三軸 是五個單位長的 一個三個軸的顯示 那anime呢 目前沒有做任何事情 它只是負責把這個場景 重新再一直render 那render這個function 做什麼事情 就是把現在這個場景 scene 依照你所設定的camera 來做一個render動作 那camera現在是 我們利用這兩行 設定camera的position 跟wide position 使得經過設定之後 camera的position 是在0、16、40的位置 往哪裡看呢 往0、0、0 也就是遠點的方向看 你所得到的景象 就如圖所示 那因為render跟sync 跟camera 在整個程式當中 會一再的被使用到 所以我們通常 把這三個東西 設成全域變數 那剛剛第一個範例 整個畫面是不能移動的 所以我們就在試著 在第二個tutorial當中 加入3GS所提供的 orbit control 這個class 這個class呢 事實上滑鼠 可以操作 你的camera的位置 的一個class 那整個操作起來 就如圖所示 你可以利用滑鼠的 按左鍵之後的移動 來改變 它的這個 camera所在的位置 那整個場景 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位置 來操作 那要使用程式碼上面的話 就是你要 New一個3GS的orbit control 在orbit control 必須要把 你所要連接的camera 跟你所要連接的視窗 把它放在一起 那同時 你要記得 在function anime當中 記得隨時要去update 去更新你的滑鼠位置 這樣它才能把camera移到 你現在該有的位置 在tutorial 第二個tutorial當中 我們另外示範了一個API 是render的背景顏色 你可以利用clear color 來做調整 那自己clear color的引述呢 它是一個3GS的color 我們在下一頁當中 會做一個介紹 那這是RGB的顏色的color的指定 那最常用的方法 是利用一個16鏡位的編碼 來 來設定這個顏色 16鏡位 由0X開始 後面兩個 最小是00 最大是FF 那這個東西 第一對就是來代表紅色 第二對代表的是綠色 第三對代表的是藍色 所以如果是FF0000的話 就會是紅色 那如果是FFFFF的話 就會是白色 那綠色呢 就是0011FF00 那除了這種設法之外 3GS還提供了以下各種不同的設法 都可以來操作 那第二個tutorial當中 還示範了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說如果你一旦你的視窗大小 由滑鼠來調整大小的時候 你可以這個視窗將會產生一個resize的事件 resize的事件 如果你要處理的話 你可以寫一個callback 通常這個function會命名為on window resize 那裡面最主要的事情是 Render的size 必須要依據你現在視窗的大小 重新調整 同時你要把你的camera的projection matrix 依據現在的常觀大小 改變你的expect 那個第二個參數 那同時要做一個update的動作 在進入第三個tutorial之前 我們要介紹另外一個3GS常用的class 叫做mesh 那mesh呢 裡面有兩個因素 一個因素是geometry geometry就是要做設定這個三角網格的幾何造型 包含它點所在的位置 以及三角網格的結構 那第二個因素是material 那material主要是設定這個幾何造型的外觀 比如說顏色 材質等等 那mesh事實上是一個object3D的一個subclass 因此我們在前面所有提到的object3D的位置以及方位的設定 都可以用在這個mesh的上面 比如說如圖所示 這就是一個box geometry 灰色的box geometry 是它default的位置以及方位 我們可以調整它的position 改變它原點的位置 也可以調整rotation 改變它的方位 那至於上一頁所提到的box geometry 在第三個tutorial你可以看到 box geometry總共用了三個因素 分別代表它的x軸 y軸 z軸方向的長度 那它的位置 default的方位呢 是跟三個軸 是平行的 那default的位置 是中心點 在原點 那第二個關於material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介紹 比較複雜 我們現在是選用最簡單的material 叫做normal material 過幾頁 我們會有簡單的解說 那這是關於box geometry 在3GS上面的documentation 你可以調整它在x軸 x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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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哪一個方向 那我們這邊 給各位一個簡單的提醒 所有的3JS Geometry 中心點都是在原點 那麼 Cylinder的中間軸 是跟Y軸重合的 那除了這些 3JS也提供一個比較複雜的 Geometry 比如說這一頁所顯示的是 Torch's Not Geometry 是一個類似甜甜圈的東西 那變成一個打成 打結的一個結構 這些所列出來的 就是 Normal Geometry 那什麼叫做Normal Material Normal就是 發現向量的意思 Normal Material就是根據 每一點它的發現向量 所指到的 不一樣的方向 它給它不一樣的顏色 然後你可以看出這個東西 3D的造型 這是一個最簡單 不用打光 就可以看出3D造型的一個Material 那這些所列出來的是 3JS當中 所有 可以使用的Geometry class 我們大概看出來 大概是有二三十種 OK 那你隨著需要 你們可以慢慢的 一個一個去探尋 那我們常用的Box 跟Cylinder 經過組合之後 你可以得出各種不同 有趣的物件 那這一頁 我們就可以利用 你的個 我們稱為這些簡單的幾何構建 稱為Primitive 簡單的幾何構型 我們可以利用Primitive的定位 以及旋轉 來達到我們要的形狀 比如說這邊就是一個類似 坦克車的一個簡單的雛形 它是由一個Box Geometry 當成底座 另外一個Cylinder Geometry 準備當成砲塔 那我們利用工程圖 來溝通它的造型 到底是怎麼樣 所謂工程圖的第三角法 在這頁也可以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你只要給我上式圖 前式圖 以及側式圖 我就可以知道這個東西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下面要給各位兩個簡單的作業 我們前面曾經看到這個坦克的雛形 根據我所標的原點 那你們可以制定 從這個圖上 量出各個尺寸的這個比例 你可以建出下面一下這個物件 另外一個作業 是這個好像一個U型的一個 一個一個物件 主要是由三個Box Geometry 所構成的 那圓點跟尺寸都已經標在圖上 請你利用Box Geometry 來把這個東西把它建出來 那建立的方式 我會在另外標一個 這個參考的網址 你們可以看著那個網址 來自行的把它結果做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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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